他这辈子就只愿干这件事 这样讲话能听懂吗 马云三句话 十句话九句话 离不开互联网吗 今天不做电视商 明天你无伤可恶 周老师十句话九句话 离不开财商吗 有没有发现 梦想就是真爱 就是真爱 我认为我下凡就为了做这件事 就像玄奘法师一样 我就要去西厅 去听真爱这是 有啥好处啊 玄奘当年没走之前 就已经远迟文明了 皇家寺院供奉 就一单人单匹马 从今天的西安出发 就往印度去 你敢去吗 有没有可能遇到财狼虎豹 有没有可能遇到强盗 那是一路惊险 什么都遇到了 那过沙漠都差点咳死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 你为啥 屠啥 屠啥 在寺院有吃有喝 过多好 结果去了 历经艰险 终于取得真经回来了 玄奘法师 翻译经文 翻译到最后 双目失明 屠啥 当年到天竺的时候 天竺皇上 也是把他奉为上 做上宾 不让他走了 你就在我那当国师 金银珠宝 美女伺候的 不要 非要回打他 土壤 什么都不土啊 我就愿意干这个呀 这叫真爱 这叫梦想 写上 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 成功者和失败者最大的区别 领袖和奴隶最大的区别 穷人 是为恐惧而工作 富人 是为爱而工作 写上 起心动念 决定了你是谁 起心动念 决定了你能走多远 你的起心动念是爱 还是恐惧啊 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力量 可以推动你往前走 一个是爱 一个是恐惧 请问爱的力量大 还是恐惧的力量比较大 错 恰恰相反 在三维空间 没有觉醒的人 恐惧的力量越大越爱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不相信 在线上做个演示 在座的所有人 还在的举手 所有人张嘴回答我问题 在你面前有一抛屎 很臭很臭的那种 把他吃了 给你一百万 是不是 你不是爱钱吗 吃的举手 还真有啊 你们都不举是吧 吃了以后给你一千万 吃的举手 来 举的人多了 好 来 给你一个亿 吃的举手 更多了 但是大多数还是没举啊 好 不要笑 现在有一个人 拿了一把枪 停在你脑门上 不吃脂肪 崩了你 吃不吃 吃的举手 我全举了 听懂了吗 恐惧的力量 人这辈子只要 要去行动 他需要有动力 一个物体要想运动 他得需要有动力啊 让人会 动的力量 只有两个 一个是爱 一个是恐惧 而大多数是被恐惧 驱动的往前走 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你为什么要工作啊 我有一个弟子 你知道吗 他从工作的第一天 想辞职 想了三十年 为什么要工作 因为恐惧啊 我怕辞职以后 找不到新工作啊 老师 我怕换了新行业以后 赚不到钱啊 老师 等到孩子长 再大一点吧 等到孩子以后 上完学吧 等到孩子结了婚以后 我再出来创业 很多人不是这样吗 你是因为恐惧而工作 你明明不喜欢 做那份工作 你非要干 你能干出点名堂 那才怪 另外 有做过销售员的举个手 在我们做销售的时候 橱窗里有很多产品 请问什么产品会卖的好 一定是你爱的 一定是你最后感觉的那件 告诉我是不是 你不爱的 你没感觉的 多少客户来咨询都卖不掉 你有感觉的 不管有没有人咨询 你都会把它卖掉 因为你对他最后感觉 告诉我是不是 那既然是如此 如果你做的那份工作 不是你爱的 你想把那份工作做好 怎么可能 在这个世界上 3%的人 选择为爱而工作 我们本身就是因爱而生 因为父母之爱 精华结合才产生了你 我们就是因爱而生 我们是因爱而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活出爱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 那3%的人 为什么能活成光 因为他们活出了爱的本质 有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从小收了一份礼物 在自己很小的时候 是一个篮球 他一摸篮球 就爱上了那个篮球 这个6岁的时候 他就抱着篮球 跟他爸爸说了一句话 父亲 我不想上学了 我想这辈子打篮球 他父亲说 怎么可能啊 你们好好学习啊 人活着这辈子 如果不能做自己爱的事 还不如死了 如果你不允许我打篮球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我也没必要活了 他爸妈觉得 这小孩太宁了 他就想练篮球吧 他这辈子只练篮球 所以才能变成篮球之王 这个人叫科比 科比写了一本书 科比的篮球之道 翻开第一页就把我给震撼了 真的把我给震撼了 还记得得到第一个真正的篮球史 我还是个孩子 我喜欢他在我手中的感觉 我对他一见倾心 我甚至舍不得拍他或用他 因为不愿意破坏那些鹅卵石般的皮革颗粒 还有那些完美的凹槽 我不想毁了那种奇妙的感觉 我喜欢他发出的声响 那种在硬木板上反弹出来的 喷喷喷声 清晰 清脆 那是生命之声光芒之声 这正是我热爱篮球 热爱比赛的一部分原因 这也是我篮球之道的根基与核心 因为他们 我才能经受我所能经受的一切 清除我所能清除的所有探索 我所能探索的全部 一切都源自于孩童时期 第一次听到那让我心醉神迷的 喷喷喷声 写多美 很多人说老师 这是外国的 不符合我们中国的国情 在中国也有这么一个小孩 三岁的时候 看猫和老鼠 看到那个猫和老鼠 在弹钢琴的时候 就爱上了钢琴 他跟他爸爸说 爸爸我不想上学 我就想学钢琴 我成为钢琴家 这个人叫朗朗 朗朗没有上过一天的学 他爸爸房子卖掉 给他请最好的老师教他钢琴 他爸爸即将自己要 都已经要升上公安局局长了 不要了 给他去北京找老师学钢琴 就是这种决心 你知道吗 就这件事 我活着就只为了干这件事 其他事跟我没关 就是爱 所以才能成为篮球之王啊 所以才能成为音乐之王啊 成为钢琴之王啊 他们是因爱而工作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当科比在赛场上打篮球的时候 那简直就是一道光 当梁朗在弹钢琴的时候 那简直就是一道光 你呢 你觉得这个社会很黑暗 是因为你就是那黑暗 你是为恐惧而工作吗 恐惧就是黑暗吗 爱就是光吗 不就这么回事吗 如果你今天做的那件事 不是你爱的 听我的不要再做了 你再做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浪费生命 人这辈子最大的悲哀 就是找了一个没感觉的人 做了一件没感觉的事 人这辈子活着的最高境界 是找一个爱的人 在爱的地方做爱的事业 不就这么回事吗 为什么不敢努力一点 为什么不找一个 自己爱的事去做 请问今天在中国会饿死吗 反正饿不死 为什么不找一个自己爱的事去做呢 周老师讲到这以后 有没有突然发现 我终于知道 我为啥找不到我的轨道了 我连梦想都没有 我怎么会找到轨道 讲到这以后 是不是很多人 有没有人觉醒 原来我这么多年追求的是欲望 根本不是梦想